从云书写起乘 爱上看图写画 冠冠熊 你来看看这幅图吧 哈哈 原来是孔雀呀 这张图上有两只孔雀哟 这两只孔雀的尾巴 是不是非常漂亮呀 冠冠熊 你来摄一摄 它们的样子吧 我们观察图片 要按照顺序来看 你还记得是什么顺序吗 我知道 是从上到下 或者从下到上 再或者是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记得不错 那你说说这幅图 该按照什么顺序来看呢 嗯 两只孔雀 一上一下 我们可以按照 从上到下的顺序来看 你说得不错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 来看看它们的尾巴吧 这两只孔雀中 一只尾巴是展开的 另一只尾巴没有展开 是的 尾巴展开的那只好漂亮呀 我们要怎么形容它呢 嗯 要看颜色和形状吧 这只开屏的孔雀 尾巴是绿色的 上面还有蓝色的斑点 嗯 对了 真棒 形状呢 是什么形状 嗯 像一把扇子 是扇子的形状 说得好 是扇形 观察完尾巴的颜色和形状 我们就可以说 它开屏的时候 尾巴像一把绿色的 上面还有蓝色斑点的 大扇子 再来说说另一只吧 另外一只孔雀没有开屏 尾巴的形状和这只不一样 不错 冠冠熊 你观察得真仔细 没有开屏的孔雀尾巴 不是扇形的 它的尾巴是收起来的 你感觉它的尾巴像什么呢 我感觉像一条漂亮的裙子 而且是像满了蓝宝石的 翠绿的长裙 你说得真好 现在你知道 怎么写孔雀尾巴了吧 当然知道了 我要先认真观察 尾巴的颜色和形状 然后把它写出来 在写的时候 还可以用打比方的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把孔雀的尾巴 比作扇子或者长裙 这样可以把尾巴 写得更加具体生动 图片说一说 冠冠熊 刚才我们一起观察了这幅图 现在请你来描述一下这幅图吧 孔雀的尾巴不开屏的时候 像是拖着一条 像满了蓝宝石的翠绿的长裙 孔雀的尾巴开屏的时候 像一把绿色的 上面还有蓝色斑点的大扇子 真是漂亮极了 太棒了 说得真好 现在还有哪个动物的尾巴 也很漂亮呢 请你把它介绍给我们吧 你可以先画一画它 再用几句话写一写 期待你的小作品哦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